大家好,这里是绿正悟空i4u 我先说一下我昨天晚上上传视频被砍杀的经过 我昨天上传视频,一上传完 YouTube他就告诉我说 里面涉及了第三方有版权的内容 然后他的制裁就是全球进播 这全球进播的话 那我这个视频就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了 所以呢,我觉得关于他的这个理由 一般来说,据我的了解 他是在有第三方就是投诉 说某一个视频侵权的情况下 是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 而我昨天呢,他是在我一上传之外 也就是在YouTube他的自主的审查当中 出现了这样的行严厉的制裁 一般的情况下,据我以前的经验 他如果觉得这个可能涉及到版权问题的话 他会限制你插播广告 而事实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如果大家去YouTube上看一下 有很多说电影的频道 他们就是把一些有版权的影视作品拿来 然后用自己的说电影的方式 把它编辑以后放上去 都没问题的 而且我的做法一贯就是秉持那种学术做法 因为我引用大量的信息源 我都会在底下列出来我的信息源是哪里 这个在以前都是OK的 所以他昨天突然出台这样一种大棒的砍杀 大家觉得这个是不是蓝金黄呢 好,我昨天的视频呢是回归人性 谈到先是从就是去年的十月 我注意到国内的娱乐圈 他有一档新的娱乐节目叫做我是演员 就是召集一些演员到舞台上 临时给一个剧本很短 然后呢让他们PK演技 我注意到他们排出的一个剧目叫做秀春刀 我看了那个剧目以后呢 有点大吃一惊 因为我感觉他的政治敏感度 已经到了比较危险的程度 这样我联想起就是在历史上 曾经有一个海瑞罢官这么一个事件 据百度百科1959年4月的时候 毛泽东曾经对干部当中不敢讲真话的问题 提倡学习海瑞的刚正不阿直言敢见的精神 这个我感觉跟目前中纪委声称宣扬的 千人之懦懦不如一世之恶 是很像的 但是后来发生了什么呢 北京市副市长著名的民史专家 他就响应这个提倡 发表了一系列作品 海瑞骂皇帝 论海瑞 海瑞罢官 结果呢就遭到了张春桥 江青和姚文元 也就是后人帮 后来的四人帮这些人的批判 而且呢 很多官媒也是就是加入其中 最终呢 海瑞罢官被定性成反党反社会的大毒草 然后呢 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就成了 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那关于这个绣春刀 我感觉他的台词是相当的 政治敏感度是相当的 到了一种有火药味的程度 他的背景呢 是明末 崇祯继位以后 他下令铲除燕党 就是指派了一个韩大人去捉拿魏忠贤 而这个韩大人呢 就是魏忠贤的干儿子 所以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台词 冰寒大人 抓到了魏忠贤的贴身丫鬟 住手 一点都不知道怜香习欲 下去 好了姑娘 不要害怕 我们仅仅是说拿烟灯 不会伤害无辜的 起乱 谢谢大人 谢谢 这个大家看不到画面 他实际上一转手 这个韩大人就把那个 丫鬟的脖子给拧断了 然后他还说了一句 可是 这魏忠贤之中 哪还有 无辜之人呢 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官场的笑面之下的一种音读 然后呢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其中的一些台词 我们来听一下 放着来杀你 飞鸟进梁工藏 脚兔死 走狗烹 我是你的一条狗 我是你的上马石 你在我的背上 争争踩了十五年 韩大 爬得高 可得站得稳呢 干爹 这倾向 已经不是你的倾向了 最终呢 魏忠贤是感觉到 自己气数已尽 大势已去 然后呢 他选择了自尽 他死前说了一句话 昔日 我想尽荣华富贵 想不到今天 落到这般下着 在这个剧目上演之后呢 我是觉得 如果他 我首先觉得这个节目 会不会持续下去 再后呢 我是觉得再有的 这个节目的话 应该不会再有这种剧目 结果没想到上个周末 他又排出了新的 秀春刀2 我们来看看 我呢 是把他这个图 都是做了一个 就是自己创作了一下 再创作了一下 左边呢 是去年的秀春刀板 就是左下角是魏忠贤 右上角呢 就是那个韩大人 刚才大家都听到了 右边这个呢 是我待会要给大家听的 这个新的秀春刀2 左下角呢 是这个魏忠贤 右上角呢 是当时还没有继位的 崇祯帝 在这个剧目里 他是姓王 那他是派了他的手下 这个陆文昭 潜伏在魏忠贤的府上 准备 刺激刑刺 后来呢 可能觉得 不知道出于不信任 还是觉得太久了 他又派了一个 女刺客 去刑刺魏忠贤 结果呢 这个女刺客 和之前潜伏在魏忠贤府上的 陆文昭 他们就是师兄妹 我们看一看这个剧目的 一个台词 我们听一下 魏忠贤自称 九千岁 权倾朝野 知首遮天 陆文昭 魏除燕党 一直潜伏在魏忠贤身边 你来干什么 杀献贤 你知不知道 我好不容易得到魏忠贤的信任 你这样会害了姓王的 是姓王派我来杀魏忠贤的 我暴露了吗 姓王派我来 你却不知情 难道是个圈套 所以我们看这个 刚才这段对话 就是在这对师兄妹 两个刺客之间的 他们就意识到 实际上他们可能都不被 他们的主人姓王所信任 所以我觉得这个 大概是主奴之间 主子对奴才的一个 所谓的关系常态 就是不信任 所以我们可以看看 官场的那种 虚言假语之下的 彼此都是心知肚明 然后呢 后来这个姓王呢 他就是逼陆文昭 也就是他手下 这个师兄 来杀死他的师妹 我们来听听 别逼本王亲子动手 现在立刻杀了他 后来呢 是这个魏忠贤又跳出来 装好人 说是要放了那个 女刺客 但是却要他杀掉他的师兄 陆文昭 最后呢 这个师妹呢 她是不愿意 她也醒悟过来 我们看看她说了一段话 我们终究不愿是一个棋子 什么江山 是假的 大义 也是假的 只有你我 是真的 所以她的整个这个绣春刀 二里面就体现的是 只有这对兄妹 互相是师兄妹啊 他们彼此是真情以待 就是任何一方 让他们当中的一个 去杀对方的时候 都是不忍下手的 最终呢 陆文昭呢 他还是选择的是 打算尽忠职守 尽管当时的局势 对他很不利 也就是说 魏忠贤也知道 他是干什么的 姓王呢 也不信任他 然后魏忠贤的手下 也都在场 他也采取 打算去刺杀魏忠贤 结果呢 把他一刀刺死的 刺死的 就是姓王 所以呢 他最后呢 是说了 说了一句 也算是醒悟了吧 好 说到这个呢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 为什么我说 我是不为任何 政治势力站台 因为我感觉 不同于宗教的团体 政治的团体 团体 他一般是隔离的人性 是没有什么人性之说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 即便是在美国 我们可以看看 James Comey 大家知道前任的 FBI的局长 他实际上是深得 己任的总统的 信任的 在布什的总统的 任职期间呢 他就是被任命成 美国的副总检察长 然后在欧巴马总统的 任职期间呢 他又是被指 被任命成FBI的局长 而且在川普上任之后呢 他仍然继任FBI的局长 所以他从各方面能力 人品各方面 当说他是人品 是一等一的人品 但是呢 后来据说是 据媒体报道 就是他和川普之间 有了一个私人的晚餐 在那晚餐之上呢 川普就要求他 对川普本人 绝对效忠 这个呢 一般作为FBI的局长 一般他们是要宣誓 对国家的宪法效忠的 所以呢 他据说他是不愿意 而且说 据这个媒体报道 他说 threatened to fire him 就是威胁要 炒掉这个 Comee 就后来事实上 他就是被炒掉了 当然 他会找出了一个 很冠冕堂堂堂堂堂堂的理由 所以这个呢 我觉得 无论是从中国的王立军 到后来的孟宏伟 以及甚至于沙特记者 因为我们知道沙特的记者 凯舒吉他之前 也是为沙特的王室 以及沙特的特工情报机构 都是效果力的 就是最终的命运 是什么样的 我想也不需要解说了吧 所以就是官场之上 虚伪却周全的寒暄之下 恐怕还是赤裸裸的勾心斗角 彼此都心知肚明 昨天的王立军 今天的孟宏伟 就算是全清朝野 恐怕最终也不过是乱哄哄 女方唱罢 他登场 到头来都不过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如果守不住良知的底线 最终恐怕也充其量 不过就是历史上一个 遭人唾弃的存在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